这个姓名出来的 好了 这样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魔术先学一学好不好 一起去看一看 好了 那现在我桌子上面有六张卡 每张卡上面都有姓名的 那现在我们请一个观众 帮我们拍一张就是有他姓名的卡出来 我们猜一下他是姓什么 好 好了 那这三张就是你挑出来的 那我算一下 你是姓林的 对不对 很厉害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啦 我肯定知道你是姓什么 那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再玩一种是什么 就是我这里六张卡背后面 它全部是有很多地方的名字 你从这六张卡里面呢 挑一下 有你的地址呢 卡给我 你挑一下这几张 是神社吗 对对对对 ok就这几张是吧 ok就这几张是吧 好了让我看一下哈 好 因为我我现在就看到啊 其实你是成都肯定不可能的 肯定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就是上头的 是 是吧 哦 怎么猜的叫一下 怎么猜的是吧 那好其实这个玩法呢很简单 那待会呢我会教你的 ok好大家刚才呢看到我 跟那个观众玩一个就是猜名字的游戏啊 那这样子我手上呢就是有六张卡 对不对 好这六张卡上面呢 全部都是有姓名的 对不对 那我先抄一张啊 属于我的一个姓名给大家看一下哈 教教大家 ok那好 这两张卡呢都是有我的姓名 这个玩法是怎么玩呢 那大家听好了 其实很简单 最重要就是把卡拿起来之后 第一个数字 每张卡的第一数字啊 加起来 那个数字呢就是你的姓名很简单 那这个第一个数字是四对不对 好 这个数字是一对不对 那四跟一加起来是什么 那就是五了对不对 那好了 五之后你就看一下五是姓什么 ok 五这里呢姓黄的 那所以呢其实是对的 那因为我是姓黄的 那好 那还有呢 呃 刚才我跟一个观众呢 也在玩一个地址的 是吧 然后呢这些卡上面呢 通通都有写的一些地址啊 像什么湛江啊 南陵啊 呃 桂林啊 柳州等等的 那很简单 那我现在挑一挑我自己的一个地方 是吧 那我是住在广州的 那我看一下先啊 有没有 所以有 所以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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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了 这三四张卡上面呢都有 那这样子我们先注意的就是卡 卡 头一个数字 那这个卡上面的数字是1 这个数字是4 这个数字是8 然后这个数字是16 你要算一下的话呢就是加起来是29 对不对 那29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29的城市是哪里 好了 29的城市呢就是广州了 啊 其实呢啊 这两个玩法就是姓名啊跟地址啊 其实很简单呢 只要你要那个朋友啊 你跟朋友玩的时候啊 叫他把有他的姓名的卡片拿出来之后 你就算一下头一个数字 每张卡的头一个数字加起来 那就可以算到他是姓什么 其实地址也是一样的了 然后让他挑出来哪一个卡上面有他的地址 ok 那你就把卡的头一个数字 啊 每张卡的第一个数字加起来之后 就是他住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魔术是不是很神奇很好玩啊 你学会了吗 那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人家不管给你两张三张啊 在第一个位置上面呢加起来呢 去找他姓名或者他的数字 数字代表他的年龄啊 或者他心中想一个数字啊 他朋友的数字啊 一样 加起来的总和呢 是多少呢 就是他的答案 非常简单 非常之神奇啊 好了 那魔术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呢 学会这些套之后呢 可能呢 你会